家里有孩子朋友 这条新闻一定要看看 最近一场奇怪的儿童肝炎 在欧美大陆传播 如今已经蔓延到了亚洲 最早是2021年10月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儿童医院 发现有5名肝病儿童患者 他们全被转断为严重的肝损伤 甚至还有小孩急性肝衰竭 但奇怪的是 检测之后医生发现 他们的肝炎症状 并不是已知的甲乙丙定物中任何一种 只是在其中一些样本中 发现了不知名的腺病毒 于是他们以不明原因急性肝炎 来标注这个病症 就在上个月 苏格兰也发现了一种肝炎 英国卫生部火速介入调查 他们发现 这个病症短短三个月内发现的病例数 就已经达到了他们预计一年的病例数 很快 急苏格兰之后 短短四周内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等12国相继出现患者 最新消息显示 如今亚洲也被蔓延 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例 其中英国作为严重 截止上周已经报告了114例 这个病情恶化的相当迅速 有10个孩子已经到了需要肝移植的程度 下面是重点了 这个病症感染的都是1到6岁的孩子 大多数为5岁下的儿童 临床症状最初为 食欲不振 恶心 伴随腹泻 之后出现发烧 失睡 浑身酸痛 有的还会胃痛 之后会出现黄胆 不仅皮肤和眼睛发黄 甚至有可能出现深色的尿液和灰色排便 因为是新症 医学研究结果还不多 目前能够大致推论出来的是 它和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系 有可能是某种腺病毒引发 通过鼻涕喷涕往外扩散 目前 英国卫生局已经发布紧急通知 如果孩子出现呕吐 腹泻 需要在家观察48小时 在进一步消息出来之前 也只能希望这种方式来降低传播了 今天的小英文 肝炎 hypotitis hypotitis OK我是Nana 欢迎关注 改天继续来听我白龙门症